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以来是件最长的线下会议 会议工作量大 内容多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厚望 本周内 越南政务总理分明正以线上形式 出席了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并发表讲话 各国领导共同分享了关于各开放 包容 公平 基于规则 互联互通 有韧性 安全和繁荣的亚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领导人还强调了密切合作以确保经济在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基础上复苏和发展的紧迫性 范明正重申 要调整增长模式 将经济朝着更加可持续方向发展 充分利用内部资源 优化外部力量 他建议 在讨论关于印太经济框架的过程中 需要着眼于一个为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合作框架 本周内 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明率团出席于5月25号到18号 在日本举行的第27届亚洲未来国际会议 以及对日本进行工作访问 范平明在亚洲未来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时 提出了增加全球和地区合作 维持繁荣和发展亚洲作用的五个重要建议 他重申 越南以建设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环境的愿望 实施独立 自主 关系多样化和多边化 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 推动多边主义等的对外路线 越南继续是世界各国的朋友和可信赖的伙伴 是国际社会积极和负责任的一员 此外 越南政府副总理李明凯 于5月23号到24号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第52次年会并在题为全球粮食未继转型的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李明凯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 双重未继对全球粮食供应员 价格和供应链产生前所未有的共振影响 同时提出各重要倡议 他呼吁国际社会为巩固越南九龙将三角洲地区的韧性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援助 为巩固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5月23号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圆满闭幕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已经取得圆满成功 越南代表团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奖牌榜上位居榜首 比赛筹办工作赢得参赛代表团的高度评价 给各国朋友留下最深刻印象 可以说 第31届东运会超越了一届运动会的意义 真正成为了团结友谊的盛会 本届运动会的主题 致力于更加强大的东南亚 大放异菜 溢出强烈效应 给参赛体育代表团团员和国际友人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 一个安全 友好 温和 好客 融合和发展的越南 一个多元化中统一团结和共同闪耀的东南亚形象 已经在为期17天的运动会上明显地展现出来 在闭幕式上 越南文化体育部旅游部部长阮文雄 将东南亚运动会会期交给柬埔寨代表 柬埔寨成为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主办国 多年来 清河省长沙岛县的船渣得到同步监设 向出海捕捞的渔船提供后期服 成为渔民放心靠海谋胜的坚实依靠 为保卫国家海洋岛地主权作出贡献 在长沙渔场捕捞近一个月后 船长邵热贤将船开到长沙岛的船渣加油 物充粮食和淡水 长沙岛船渣已成为邵先生等众多渔民的避风港 特别 船渣上的基数后勤中心 还为渔民提供船只维修服务 有了长沙岛的船渣 渔民都更加放心出海捕捞 因为万一发生事故就有一个更近的去处 遇到台风就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湾 生病的话也有专业医生和护士尽情救治 在这里修船是免费的 燃料按陆地上的价格计算 我们要是缺乏粮食的话 也会得到岛上人民的帮助 进入船渣的渔民 将在中心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安全进出 我们还提供跟陆地上价格一样的燃料 免费淡水和一些其他必需品 长沙岛船渣自2019年1月投入使用 这间近来避难 使用维修服务 加油 补充必需品的渔船数量超过700宿司 为实施越南之明海军计划 成为渔民出海捕捞的依靠 我们以有效利用得到同步投资的船渣 医疗中心等基础设施来协助渔民 特别是为他们抗治病和维修渔船等 目前清河省长沙岛县 已在双子溪 西桥 长沙 生存等四岛设有港口船渣 每座船渣可停步数百艘大型渔船 服务类型 日序丰富 且不亚于陆地上 为渔民放心出海 出出东里 从而更好的渔海军战士 移到捍卫国家海洋岛屿主权 据越南财政部的消息 今年前四月公共投资到位率达既定目标的18.48% 比今年同期下降0.17% 其中内自到位率达19.57% 外自到位率达3.25% 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四月底 七个部位和八个地方 公共投资到位率超过25% 然而在51个部位和63个省市中 到位率仅为17%以下的 有43个部位和28个省市 为加快公共投资资金到位进度 越南财政部建议计划与投资部 同个部位和地方协调配合 将合格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纳入2021、2025年和2022年利用外资的公共投资中期计划中 向政府报告并提交国会常委会审议 财政部还建议各部位 中央和地方大力落实总理 关于推动经济社会复苏与发展计划中的任务和解决方案 竟然加快推进公共投资资金到位进度 据越南航空局的消息 2022年4月 越南各家航空公司执行班次3万架次 其中中转航班1.25万架次 同比增加25% 4月 越南全国各航空港客运量达660万人次 同比下降14.3% 42002月 越南各家航空公司客运量达328万人次 与此同时 4月份 越南各航空港货物吨赌量零7万吨 同比增长18.4% 由此可见 2022年4月 越南各航空港的客运量和货运量低于群同期的水平 但国际客运量和货运量有所起色 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2022年4月 越南航空局也加强了航空安全保障措施 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飞行体验 近年来九龙江三角州地区旅游业带来了积极的创新 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值得议题的是 在社区旅游 农业旅游等模式中 主力军就是农民 旅游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茶荣省周城县和名乡农民软市碧云 正在向游客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各种特征产物 不仅自己充当导游 他还发挥着动员乡亲们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作用 从而帮助许多家庭通过旅游摆脱贫困 自2019年以来 鸟州村已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 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了提高 生活方式也逐渐变得更有礼貌和优雅 但州村农民裴文雄正在引导游客 如何种植红薯和栽培各种蔬菜 自从地方政府鼓励农民坐旅游时起 他家种植红薯 番茄 洋葱的田地就一直敞开大门 欢迎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 家里经济也因此逐渐变好 再也不用担心风产不丰收了 我家的耕地面积为1万平米 主要种植红薯 花类和洋葱 疫情结束后 每天都会有人前来参观 本省制定了在生态系统不同的地方 发展旅游业的政策 根据农民的生计来打造旅游产品 以创造就业 增加收入 摆脱贫困为目标 原本只习惯耕种荷包棕子的农民 特产树立品牌 我们的茶滚圆柱形棕子 完全按照传统方法烹制的 味道很浓郁 希望游客来到茶滚时 会购买棕子作为纪念品或礼物 跟我们一起推广这种土特产 新冠疫情过后 游客倾向于寻回乡村 以体验平静而简单的生活 放慢市场节奏 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因此九龙江三角洲地区的社区旅游 农业旅游等模式发展前景都较为广阔 以旅兴农 农旅融合 必将催开脱贫至腐花 来周盛 白太族拥有许多独特的文化仪式 新年洗头节就是其中一个 该节是不仅体现白太族同胞的团结呼住精神 而且还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 按照太族人的观念 初期当天没有洗头意味着没有洗掉旧年的厄运 即将在新的一年里持续下去 白太族人总会在松旧迎新时刻到来之前进行洗头 旨在洗去旧年的辛苦和倒霉 让灾难和疾病随着水流一去不复返 同时祈求新年万事如意 生意兴隆 白太人希望通过洗头节的灾线活动 保护与弘扬盖独特的新养仪式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三线活动 为了做好准备 我和大家一起练习了很多天 过去 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全村人都要洗头 洗去坚信和倒霉 让一切灾难和疾病都随随流却 洗头节与白太族憨娘的故事细细相关 相传憨娘女扮男壮从军打仗 除夕之日海旋归来 与士兵在南陵西的南部岸边 休息和洗漱 一起倾注生力和过年 在她沐浴之处 天天然发亮 出现了五彩云 将她接回天上 为表达对憨娘的尊敬和感恩 人们给她立庙 每逢节日都会供奉 并与每年除夕举行洗头节 以祈求憨娘赐予健康幸福 让村寨平安喜乐 无苦丰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独特的节日 希望这个节日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被选中参加灾线活动的人 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仪式结束后 太族姑娘们穿着裙子 光着头 走到西边排队 开始将乌黑羞丽的青丝泡在水里 听到炉声 大家一起甩头发 那一幕让站在安边的游客眼前一亮 而此时此刻 太族女性的魅力更加闪耀 令人赞不绝口